海淘法师心灵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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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大家再念一遍 让我们的信心不退转 七十一页 因为莲花生大师不断的强调 这个世间没有比劝人家不杀身 劝人家放生的功德还大的功德 因为佛教的意义在救护各种生命 所以对佛陀来讲 生命是没有分别的 一只小蚂蚁 一只大象 一个人 一个佛 佛是圆满觉悟的生命 我们是还没有圆满 却可以圆满的具有佛性的生命 所以你放一只鱼 就救了一个未来佛一样 所以希望各位在马来西亚 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地方 气候又好 而且放生非常的方便 你想想看 如果你现在在美国 在加拿大 在欧洲 我们年要放一只牛马 就要开会很久 各个部门实在不同意 曾经在加拿大发生一件事情 有人把几只鱼 放到一个湖里面 结果那个湖里面 那些鱼好像不是那边 湖里面的本来的鱼 所以政府就花了几十万 全部把湖抽干 然后把那几只鱼找出来 其他鱼再放回去 所有的费用 由放生了给人付 他这下马上就破产了 但是因为非常重视 这个生态环保 所以如果你到国外去放生 不是这个水的 不能放这个水里面 不属于这个水里面的动物 绝对不能放 当然这是有它的优点 但是也有它不平等的地方 所以就像各位来马来西亚 会去阻止你 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得很恰当 考虑得很恰当 然后这样也不会引起很多负面的批评 所以77页 但是各位不管 外面社会 那是怎么样讲 放生是永恒常住之法 放生在则佛法在 所以在方文经教 放生为常住 跟三宝一样常住 永恒在这个世间的真理 那如果我们不去救护 放生呢 就等于佛法不在这个世间一样了 那就非常末法了 所以我们来念一下这个放生功德 当然各位念的时候 不是光嘴巴念 用心念 而且用一个愿力来念 对一个发菩利心的来讲 佛所讲的每一句话 对他都是生命的戒律 要来实践的 不是念给别人听而已 是要念给自己 把这个真理 慈悲 智慧 不骄傲 忍辱 变成你的生命 就像每个人看到你 你都会影响他吃素 影响他走入智慧的空性 智慧有三种 世间的智慧 第二个 初世间的智慧 像各位今天所报官再见 接近初世间的智慧 因为没有贪嗔吃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智慧 了悟众生 利益众生的智慧 它就是大秤的 那这个你一定要有绝对的空性 就像镜子你才会显现一切 你会了解 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得很圆满 因为众生有十种 那你要十种方法 众生有百千万亿种众生 你要有帮助百千万亿众生的法门 你都要学会 这是我们追求最高的 佛的智慧 第二种智慧是 阿罗汉的智慧 第一种智慧是 世间的智慧 善友善报 努力读书 那当然追求成佛的智慧 也不离开有世间的智慧 跟解脱的智慧 只是以解脱的心态 来学习世间的智慧 来帮助所有世间的人 这个叫利益众生的智慧 那当然这些我们都要去追求 如果你没有智慧 那你就没有方法 方法我们叫善巧方便 一定要有善巧方便 才能够圆满帮助众生的方法 所以这一点 可能我们都要努力追求 请翻到七十七页 大家念诵一下 放生功德 一 放生就是救命 放生就是还债 放生就是救急 放生就是慈悲 放生就是觉悟 放生就是实践 放生就是积极 放生就是方便 放生就是改命 放生就是解冤 放生就是消灾 放生就是治病 放生就是救轻 放生就是严寿 放生就是福善 放生能助生息 二 二 地藏十轮经 放生 放生 诸功德 一 长寿 二 慈悲心自然生起 三 善神为由 四 所有动物体人 为亲而欢喜 五 无量功德 六 众人恭敬 七 无病 无危害 八 快乐 永幸福 九 深深事事 尽兴 佛陀所行 十 不离三宝 十一 终获 无上菩提之国 十二 师父善知事 长久住世 为师 让灾 祈福 十三 往生 净土 三 一个人 放生 可以 免除 一个人 身家的 疾病 灾难 众多人 放生 可以挽救世界的浩劫 改变世界的命运 四 金山活佛 最好的宵夜风法 莫过于放生 世界上最大的恶业 莫过于杀生害命 反过来说 世界上最大的善业 是莫过于戒杀放生 所以放生是最大的功德 你能依我的话 赶快亮丽 买生物放生 就能征服严寿 五 寒山问时德 放生可成佛佛 达曰 诸佛无心 唯以爱物为心 仍然旧物之苦 即能成就 诸佛心愿意 故一念慈悲 故一念慈悲 旧一物命 是一念观世音也 日日放生 则慈悲 日日增长 久久不喜 则念念流入 观世音 大慈悲 还宜 我心即是佛心 焉得不成佛乎 故之放生因缘 非小善之所能必 方我同愿 以广行劝勉 善令群生 同归悲化 在78页的第一行 一个人放生 可以影响全家 如果我们站在 世间的智慧 世间的功德 佛陀讲 元其法就是 互相影响 这个世界最重要的真理 念一下 互相影响 互相依赖 互相结合 佛陀讲的真理是 一根稻竹 不能站起来 一定要很多稻草 绑起来 所以它会站在那边 所以一切法 不可能单独存在 一切法都是 互相影响 互相依存而存在 这个叫因缘和合 所有因缘和合的 本体都是空 为什么 因为离开水 离开空气 离开任何 我们都不能单独存在 就像前面的灯 现在如果没有空气 它马上就熄掉了 没有火的助源 所以这个火还需要空气 需要水 需要各种物质 这个火才会有光 火不能单独存在 花不能单独存在 人不能单独存在 万法的存在 都是因缘和合的 那凡是因缘和合的 那本体永远是空 但是我们现在 不懂了这个道理 就是没有了悟空性的智慧 你就觉得 它是男人 它是女人 它对我好 它对我不好 我们对战时的这个法 有一个强烈的误会 执着 所以我们就会痛苦 所以佛教教我们 要有空性的智慧 看到一切的本质 看到一切的本质 就像各位现在得癌症 如果你有空性 哪有我在得癌症 这样的一样 它只是一个夜报 这个夜报是因缘和合的 所以我就从这里面去忏悔 但是我的心呢 还是平静的 因为根本没有我在痛 但是我们现在 没到的这个 这个智慧的人 会觉得 有一个我在痛 所以各位必须持戒 就像各位今天 手把万载戒 你持戒了 先控制你 控制你本来今天晚上 想要去吃好吃的 晚上想要去睡大床 想要去 但是控制你 控制你 你又保持禅定 但是慢慢你会觉得 你已经 你可以习惯成 原来这个也是一种快乐 而且没有欲望的快乐 超过于满足欲望的快乐 所以那当然各位要多去思维 所以我们放生 就在影响整个世界 众多人望生 可以挽救世界的浩劫 希望整个世界没有大灾难 希望火山不要爆发 希望海难不要 海啸不要起来 就像我们马来西亚 如果有 这个马六甲 如果有海啸 我看全部房子都没有了 但是这个呢 跟谁有关系 跟人心有关系 人的心 造的行为 就会影响了 这个世界的一切 所以 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那我们要去影响世界 大家手把万载戒 回向了整个世界 那这个 这也是一种智慧 从关心自己 再关心到 旁边的一切 人事物 这个各位一定要练习 如果你要学大乘佛教 这里面有一千个人 一千个人心里在想什么 你要 你要很自然的就可以知道 就像你闻到味道 是香的 是臭的 你马上就知道 是黑的 是白的 你要马上知道 所以 那这样因为 做这个事情 是要影响大众 就像 我们办法会 佛堂怎么摆 花怎么擦 那食物怎么放 而且 等一下要做食供 要干嘛 那你都要学会 像他们 喇嘛上师在 为我们 很认真的 慈悲的修法超度 我们好有福报 但是你要内心里面 要想 一直随喜的功德 我们在这边 读诵法语 听闻佛法 上师在那边 修仪轨 为现实者 为亡生者 为整个世界 而且各位很重要 就像你家里 摆一部录音机 阿弥陀佛 录音机没功德 但是因为你有个念头 他现在正在念佛 他这个录音机的念佛的功德 以悲心融入了地狱 融入了他方世界 这个功德是从你的心来的 不是录音机来的 但是录音机 他有个祝愿 所以现在 上师他们有将近三十位 在修法 那你要观想 有三百万位 所有出家人 都是佛菩萨的化身 正在念出佛陀的寄送 咒语 然后呢 在利益的六道众生 包括我们的祖先 那你这样心 哇 那就不得了了 而且我们刚刚有虔诚的供养 等一下等上师修完法 大家刚刚合起来的 钱 所以这次念下来 万人共造善恶因 每人皆得善恶果 并不是你只有布施十块 而是你这个十块加入这个 这么多钱 所以各位要懂得修功德 如果你要修功德 只要人家办大法会 你一一遍 我这边要办大型法会 共生 那你也要出十块 因为你这一滴水 以菩提金 那就融入于大海了 那你才会广结善缘 广秀功德 一个人做生意 没有广结善缘 你没生意做 一个影歌星 你唱歌很好 没有广结善缘 没人听你讲 一个法师 你没有广结善缘 没有人理你 所以结善缘要百千万事 所以各位一定要结善缘 喂迷给鸟吃 做烟供 这样关出去 布施烟面包的大海里面 只要他们在做老人院 孤儿院 不分宗教 你也要捐个十块 一百块 你要这样就结缘 每一个缘 这个世间 世界各地 现在有网络 像我早上看到 十二月这几天 开始 尼泊尔的人亲室 竹王伦伯切的道场 努伯伦伯切 要办一个一亿变的 我马上就打电话 赶快帮我供养 供养 整个法会 打灾的是吃饭的 供生的归供生 钱多少另外一回 结了这个缘 这个缘 我们就有共善业的功德 这个共善业的功德 你就可以走到哪里 把这个功德回向来 就像我们现在放牛 已经累积了 捏一下 两万一千多头牛 捏一下 随喜功德 再不要花钱了 用心这样就好了 用心随喜功德 所以就像我早上讲了 各位 你有妇女病了 多放乳牛 你有胃肠不好了 放兔子 各种 你腰不好了 多放泥丘 鲜鱼 那别人去做 像我今天早上 也请他们帮我放了 来 两百万只虾 小虾子 七块钱人民币 等于你们的钱 大概是 七块钱人民币 可以放 三千三百只 小虾 七块钱人民币 一块美金多 但是因为他们的量很大 那你就跟这些小虾子 结缘 因为你不放 这些小虾子 他们就拿去炸掉 他们抓来的 但是一点点钱 可以结这么多 生命的缘 然后把这个功德 走到哪里 就布施到哪里 我们做功德 不要执着给自己 三轮体空 你会觉得 没有在做 没有你 一只小虾 跟一只大象 功德是一样的 你不要说 我只喜欢放蛇 最大的 大老虎 大乌龟 我不喜欢救小鱼 那个太简单了 不能有这个分别性 任何一个生命 都是平等的 当然 你有福报 可以救那个很贵的 那有这个福报的 但是功德还是平等的 那福报当然不一样 但是我们 对所有的一切 都这样就随喜 我们在台湾放蚯蚓 一块钱马币 可以救将近 八十只蚯蚓 因为台湾的蚯蚓 红蚯蚓繁殖很多 因为很多人 台湾人喜欢钓鱼 喜欢钓鱼 钓鱼就要这种红蚯蚓 那当然我们救它 要找适当的环境 也不能太干 它喜欢潮湿 而且量很大 所以要围起来 不让小奶吃它 固定喂它饲料 我们是把屠宰场移民 到我们那边净土而已 但是这个移民的过程 一定有一些死伤 但是蚯蚓也不会怪我们 因为我们是为他们好的 免得它被切成一段一段 但是各位 你一定要结缘 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 你要有个想法 我的目标就是为了成佛 但是成佛 我要累积广大的资粮 以及成佛以后 你这个缘 像各位今天我们大家结缘 这里面有一个成佛 我们将来都会去你的净土 因为我们有个 共善业的功德 这个共善业是大家一起 所以中间只要有一个成佛 那我们都可以去他的净土 都跟他有缘 了解如此 结善缘 莫结恶缘 不要跟任何生命 不要跟任何人结恶缘 今天你的车子被挡住了 不要生气 等一下 在那边念念金刚经 等他来 那时候你会觉得 哇 在我留二十分钟 不然前面有一点车祸 一切都 念一下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记住这句话 如果你的心 保持在一个正确的心态 那佛菩萨会帮你安排得好好好好的 那什么叫随缘 那是这个好不好决定在你的心态 如果你的心态是一种慈悲的 想要帮助众生的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会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你的心态起心动念了 一个不好的心态 那坏的又来了 所以世界为新造 刚刚讲 元起法 我们的心叫英国网路 现在刚刚各位会玩电脑就知道 不管到哪一个地方 我们这个网路都连接的 今天各位在这边讲的课 现在正在听 全世界都看 因为我们透过简单的网路 手机就可以传遍全世界 而且很清楚 所以我们这场八观再戒 有没有在影响世界 世界每个角落都有在看 特别华人 在澳洲 在纽西兰 他们都有传回来 在莫斯科 只要你有手机 这个都是直播的 差几秒钟而已 他们马上 所以很多人在家里受八观再戒 他们问我这样受八观再戒 可以啊 心态很重要 透过科技 我们一起同享功德 心态很重要 所以各位了解这种 缘起的世间 科技越发达 我们越容易跟世界产生连接 跟众生产生连接 所以今天的法会 外面正在做大宴供 念一下上供 下师 要供 上师修法 我们听法 再结合起来 这个结合起来 影响这个事情 光放生 很多人放生 就可以改变世界的浩劫 何况我们大家合起来创造 整个普利金的八观再戒的功德 在八观再戒里面 大家念一下 共灯 共水 共生 供养六道众生 那我希望各位 这种法会 每天在你家里办 每天在家里办 一集一切 你点一盏灯 要观想百千万一盏灯 你供养一朵花 百千万一 你不失一只香 百千万一 焉供 因为重点是你的心态 因为你要让世界改变 你动起来 世界就动起来 你亮起来 世界就亮起来 所以我提到放生 你一个人放生 如果只是为你家里 全家就平安 如果你发心是为世界 那世界就减低浩劫 可以改变世界的命运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改变世界 所以外国人现在很流行 只要你选择viggan 你就在改变世界 就很多 少了很多牛被杀 少了很多破坏的问题 少了很多母鸡被欺负 只要一个人就可以影响世界 所以我们不能跟他们讲空性 讲的是影响世界 他一想就知道 这个食物链 世界 所以每个人都要重视这个 但是所有影响世界的 合起来是心态 所以念一下 万法唯心造 所以整个的因 就是在你的心态 但是破坏世界的 也是这个心态 敌人的总部在你 不在外面 敌人的总部在你这边 做一个比喻 上回讲过 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外面被抓起来要枪毙了 你为什么不能救他 你被关在监狱里面 所以你出不去去救外面的爸爸妈妈 这个监狱是什么 这个监狱 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得到一个空性 所以那你要救爸爸妈妈 敌人总部在哪里 不是跑那边 是把你的我职打破掉 监狱就没有了 你这个我职打破掉 就没有控制你了 那你就自由了 就像昨天我们孟参长老功德圆满 孟参长老现在自由了 各位你用了103岁的身体 这个卡在里面 我看你自不自由 要听听不见 要吃吃不下 要走路不方便 因为身体老了 但是我们的本性哪有老 我们的佛性永远都是不生不灭的 那现在 终于长老圆满了 他现在自不自由啊 十方净土 谁愿往生 没有吃的痛苦 没有身体老化的痛苦 自由自在 圆满了他一辈子的功德 圆满 所以自由自在 我们提醒他 哇他就来加持 所以把死亡变成一种快乐 把活着当作一种功德 活着就是努力工作 所以各位我们今天活一天 大家努力修功德 好不好啊 拜佛啊 念佛啊 就不要打瞌睡啊 浪费时间啊 观想啊 上师在念啊 那你要 你要一直 一直让自己如此 所以一个人点灯 全家平安 大家点灯 世界改变 一个人放生 全家平安 大家放生 世界改变 重点在于 我们的心态 我们的心态 前面摆这么多食物 来 当愿众生 永离饥渴 同享甘露 哇 世界改变了 那如果你有这个心态 你生生世世 不会投生在 饥井结的地方 饥饿的地方 你不会投胎 而且你将来很有福报 去帮助他们 所以这些你要做 哇人家要盖寺庙 这个寺庙 是正法的 那利用神 哇你赶快要出钱 这个佛像 是给大家拜的 这个佛像 更多人在拜 哦出钱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 造大佛像 造了这个大佛像 生生世世 大家有个共善业 所以我们今天 这一堆人 生生世世都会解散 因为我们一起在这边 修行 这个共善业的功德 所以一部飞机 一起掉下去 叫共恶业的功德 这些人都来自四面八方 但是在那一刻 坐同一部飞机 要领受这个飞机 坠毁全部死亡的 共恶业的功德 那有些人没有那个业 他就阻塞了 上不了 有些人有业 本来不为了 还让他上 然后结果他就掉下去了 所以了解这个 那我们要 经常忏悔恶业 各位最重要 来 忏悔恶业 累积功德 整个修行不离开 只是动机调为菩提心 以菩提心虔诚的忏悔恶业 以菩提心所做功德 回向众生 大家都成佛 因为有业就会障碍 你身体不好 碰不到善知识 智慧不高 等等 但是放生是消业最快 放生是累积功德最有力量 为什么 救命的功德 本来你要死 你有一亿 你就会说 我一亿给你 让我多活几年吧 因为钱不能够买生命 所以生命无价 所以各位能够经常 在马来西亚 为不能放生的地方放生 好不好 这叫慈悲 不是说我来放生 我长寿 当然你这个叫世间的智慧 你会有福报 但是如果你想 别的地方不放 不方便放 我来放 所以那我想 各位在任何地方 都可以广修 我们再过三天要救 你也讲 十二只大骆驼 骆驼的个性真好 你救一只骆驼 救一只羊 救一只鱼 它身上的好的特性 你都会具足 你都会具足 所以各位你的身上 有什么缺点 像你这个动作缓慢 那你赶快救猴子 动作就会快一点 就这么简单 像你的腰不好 刚刚讲的 救蚌蛇 救泥丘 那你腰就会好 你呼吸气管不好 那也救鱼 鱼就每天都在呼吸 所以透过这个反装 我长得不漂亮 所以我供花 我眼睛不好 智慧不高 我供灯 佛陀就跟我讲这个因果 我身体不好 身体不好 布置什么 药 所以各位一定要布置药 这个药草以后 你自己买 胃痛 买一些胃痛